大家好我是苹果妹 今天呢要来教大家 七个iPhone必学的小技巧 首先第一个要教大家的就是 有来电的时候呢 如何让iPhone自动切换到你的蓝牙耳机 或者是扩音 像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喜欢使用扩音的人 因为我不太喜欢把手机放在耳边 因为看着萤幕让我比较有安全感 那要怎么设定呢 就是到设定里面 然后呢去找到辅助使用在这边 然后里面会有一个触控的选项 点进去 然后滑到最下面有一个来电语音传送 里面呢你就会看到它现在是勾在自动 那如果你想要让它预设 永远都是用蓝牙耳机接听的话 你就可以选择这个 或者是你想要让它扩音你就选这个 但是扩音的话要非常小心 如果你是在公司啊 例如说开会 或者是你在通勤的时候 如果扩音的话那真的是会有一点尴尬哦 所以要小心使用 再来第二个要教大家的是 如何直接把网页存成pdf档 先去找到你想要截录的这个网页 然后例如说你想要把这个画面 截成pdf档的话呢 你就选分享 按这个下面的分享键 接着往下滑去找到标示这个选项 那如果你怎样找都找不到这个选项的话呢 你就滑到最下面有一个编辑动作 点进去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下面有很多选项 对不对去找到标示 然后按一下左边的加号 它就会跑到上面来了 这样子的话在刚才的分享选单里面 你就会看到标示了 接着呢我们回到刚才的分享选单 里面就去找到标示 按一下标示 它就会进到这个 就是有点像编辑的画面 其实现在就已经是pdf档了 如果你不想要做加工的话 你就直接按完成 那例如说你现在想要画一些重点啊 你可以在这边画重点 或者是你想要加文字的话 你就按一下右边的这个加号 里面就可以加文字啊 或是加一些就是简单的符号 那编辑完成之后呢 我们按一下加号 这边你就可以把它储存到你的手机咯 那这边就选择一下储存的位置 储存完之后呢 要去哪里找到这个档案呢 就是到你手机的档案这个app里面 它就会存到这个里面咯 在第三个要教大家的是 如何使用iphone内建的照片编辑功能 先找到你的相簿打开 然后去找到随便一张照片 接着选编辑 这边编辑 进来之后呢 就是进到这个大家熟悉的画面 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要使用这个 而是使用右上角的这个三个点点 里面呢会有一个标示 这边有一个标示 这跟刚才一模一样 这边呢一样你就可以去画画啊 或者是画重点等等的 例如说这边我想要 画一个简单的符号 然后呢我可以加文字 长按这个文字的方框 然后它就会出现这个删除或编辑 那我们就选编辑 接着呢你就可以去加文字 或者是你可以加符号 你要编辑它的话就继续长按 然后你可以在这边选大小 例如说我想要把它调大一点 然后这边呢你也可以去选择它的字型 但是它里面就只有内建英文的字型三种 然后这边有对齐的方式 就是比较简易的一个界面啦 然后调整完大小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它拖移到你想要摆放的地方 因为我发现有一件事情 就是Adobe它的修图软体啊 没有办法把这个emoji加到它的照片上面 这是我还蛮疑惑的一个点啊 所以如果用内建的这个程式的话 就可以直接把emoji加上去咯 那编辑好之后按一下右上角完成 然后再按一下完成 这样子它就存取起来了 那如果你想要把它复原的话呢 就按编辑 然后按右下角复原 然后按恢复原状 这样子它就会清空咯 那就是说你今天想要保留原档 然后在新的一张上面去做编辑的话 你就按一下分享键 然后里面呢去找到有一个选项叫做复制 按一下这个复制 这样子它就会出现两张一模一样的图片 你就可以随便选择一张来编辑 再来第四个要来教很多人都问过的小缘点 在之前的教学影片里面都有出现过 那要在哪里设定呢 就是先打开你的设定 然后去找到辅助使用 辅助使用 然后里面去找到触控 触控里面的第一项叫做辅助触控 点进去 那辅助触控这个东西打开来之后 你就会看到那个小缘点了 不过重点是呢 下面这边自定动作你要先设定好 第一个我们要来教大家的就是如何像我的教学影片里面 可以让那个小缘点去做出移动跟点击的动作 那我自己是把第一个设定层点一下 里面有非常多的选项 那你就去找到这边有一个点一下的选项 点进去 然后第二个呢我把它设定层打开选单 等一下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我要选这个打开选单了 那第三个长时间按一下我是设定层5 那现在我们就来试看看把它打开咯 打开 然后你就会发现小缘点出现了 那现在我们按一下这小缘点 就会出现另外一个缘点 那我现在想要按任何的按键 我就是这个缘点都会跟着我 所以如果要做教学然后做萤幕录制的话 这个方式是非常的方便的 但是你如果第一次使用的话 你会发现这样子去做触控非常的困难 而且它没有办法去滑萤幕 你怎样滑它都是这个缘点就是会跟着你 然后去做点一下的动作 所以如果你想要让它消失的话 你就点两下这个原本的小缘点 它就会把这个选单打开嘛 那这样子它就消失了 所以这个打开选单的动作 其实是要让我这个原点消失 消失之后呢你就可以像平常一样滑手机了 那当你要做教学的时候 你就再按一下这个原点 你就可以开始去做指标 然后要让它消失呢就再按两下 这样子它就消失了 其实这样子的使用方式呢 你需要一段时间去熟悉一下 因为那个原点在原点模式下滑手机 其实是有一点困难的 就是它并不是像平常滑手机一样那样简单 那这个小原点呢 除了可以把它设定成这样子教学友善的模式之外呢 下一个我们要教大家的就是 如何利用这个原点叫出Spotlight Spotlight是什么呢 就是在你的桌面这边往下滑 它就会出现这个搜寻 那搜寻非常的方便 不管你是要搜APP或是网页 你都可以直接打在这边 你就不用再打开Safari了 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当你在一个APP里面的时候 你是叫不出这个Spotlight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原点呢 直接叫出Spotlight 那要怎么设定呢 其实就跟刚才一样 我们先回到设定 然后去找到辅助使用 辅助使用里面的触控 然后辅助触控里面呢 这边我们要去做一下设定 因为刚才我们是把它设定成点一下嘛 那这边这一次呢 我们要把它设定成Spotlight 去找到Spotlight 下面有一个Apple Pay 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蛮方便的 不过我们今天先试看看这个Spotlight 然后回到上一页 那下面的点两下跟床时间按一下 我暂时先设定成无 那我们来测试看看啰 我按一下这个原点 它就会出现这个搜寻的画面了 所以利用这个方式呢 今天不管你是在哪一个APP里面 你就可以直接按一下这个原点 它就可以直接搜寻啰 那如果你想要把这个原点的功能取消的话 你就一样是在这个辅助触控这边 把这个选项关起来 这样就可以了 那这边要警告大家 这个自信动作里面有一些动作 有的时候操控起来是有一点困难的 而且你会不知道怎么样把它取消 所以我建议大家在自信动作这边 有一格最好是打开选单 因为打开选单之后呢 它原本的动作就会消失了 再来第六个要教大家 如何解读你的iPhone手机型号 那要怎么看你的型号呢 首先进到设定 然后去找到一般 设定里面的一般 然后里面去找到关于本机 它就是第一个选项 点进去 然后里面你就会看到你的机型型号 那我们就来解读一下 这个M开头的这一串数字 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吧 M的话就代表说它完全是一支新手机 那如果你今天是N的话 就代表它是一个维修换新品 F的话就是认证过的翻新品 然后如果是三开头的话就是展示机 所以今天如果你是要买一支二手的iPhone的话 你就可以看一下前面的这个机型型号 是什么开头 稍微注意一下 再我们要看到斜线A前面的两个英文字母 现在你看到的是TA 那它代表就是台湾贩售的iPhone 那如果今天这个TA的位置变成了J的话 它就是日本贩售的iPhone LL代表的是美国地区 然后CN代表是中国 ZP代表是香港 把这些代号学起来之后 如果你以后要去做iPhone的二手交易的话 就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啰 再来最后一个要教大家的就是 如何用通话失败取代拒绝接听 相信大家都曾经遇过一种状况 就是有人来电 但是你不是很想要当下接的话 你是不是会按一下 那个红色的拒绝接听的按钮呢 那我们今天要教大家一个 比较稍微有礼貌一点的方式 就是让拒绝接听变成通话失败 要怎么让它失败呢 就是当有来电的时候 你直接到控制中心里面去按一下 这个飞航模式 它就会让这一通来电失败了 那注意一下对方听到的会不一样 如果你今天是直接取消通话的话 对方是会知道你按下那个红色按钮的 那如果你今天是用飞航模式的话 他那边听到的会是这一通电话 可能因为收讯不佳的关系所以失败 因为有一些人可能就是惯性的 会拒绝接听 那如果你学起来这个方式的话 你可能有时候替换着用 对方可能心里会比较舒服吧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要教的 七个iPhone并学小技巧喔 大家有没有学起来了呢 记得在留言区告诉我你的感想喔 另外呢如果你有任何想要学的iPhone教学的话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 我是苹果妹 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by bwd6